漫漫人生路悠悠伴你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美俏婆婆悠悠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买这个房子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感觉就是11年过去了 就是很多事情都有点记不清了 我想再过几年可能就完全都不记得了 所以我分享出来呢 就一个记录 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回头看一看 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上海 就是参加这种开盘当天 因为这个楼盘呢 当天是售卖了40个亿 所以当时在上海还是挺轰动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在现场抢房 就那种紧张激烈程度 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呢 因为我是他们这个开发商在北京的业主 浦东要开盘了 所以说我过来看的时候呢 就是见到了他们这个当时的一个销售总监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了我自己 我是北京的业主 然后特意跟到这边来 就很忠实的老客户嘛 然后我还跟他讲了一下 就是因为当时是没有什么高铁 来的时候呢 还没有座位 我站了几个小时 站着站票过来的 所以当时他印象很深刻 就在他们当时的那个宣传的那些小报 小小册子上 然后还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说来自北京的业主 有多么喜欢我们的房子 然后站票来 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训课活动 其实那就是我 训课其实训课的量很大 当时就预计到说这个销售会很火爆 我当时没有住在上海 排号呢 就是它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呢 就是它会打电话 然后所有的客户呢 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他们这来 然后按先来后到的这个顺序呢 来给你发号 然后到时候去选房 是这样一个流程 这个这样的流程对我就特别不利 因为我不住在上海 就面临着我可能就根本就买不到这个房 然后我就跟这个销售去沟通 然后它其实是被我的这个诚意 包括对他们这个房子的这个热爱 还把它给说动了 然后我就说 我就一定要买到这个房 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住在上海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排号 就没有期限也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们马上就要 就要开始排号了 就是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会过来住在这附近的酒店 然后当你们就是那个 那个去排号的时候呢 我就能很顺利的过来 否则我就买不到了 然后果然它还是挺守信用的 然后它提前两天告诉我 说那个 那个时候也没有确定具体哪一天 但是它告诉我说 你可以过来了 可能就最近这几天 我们就要开始排号 然后我就赶紧的 不要放下电话 就赶紧的就来到了上海 就住在这儿 大概就住了两天吧 然后就有一天上午 大概记得是九点钟 突然间就接到销售电话了 说赶紧过来我们开始排号了 哎呦 然后就像抢一样 就是就像不花钱一样 然后就急急忙忙打车 就到了一个他们就是那个 那个现场 不是在这个楼盘的现场 我记得在一个写字楼里面 然后就是上楼的时候 就是那个 就大家就一路小跑 就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 因为你落在别人的后面 有可能就意味着 你买不到你喜欢的房子嘛 就现场我记得 我好像是排在二十多号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因为它那个时候是有 没有上千户 也要几百户 因为整个十几栋楼同时开盘 因为当时它是卖了四十个亿 一天卖了四十个亿 所以可想而知 它的那个当天的那个 就是那个续课 就是排号的时候 已经就非常理想了 拿到这个号以后呢 然后就它是不允许你进到它的工地现场去看的 就是你完全 因为那个时候房子建好了 内装修正在开始内装修 所以它是不允许进去看的 就是我拿到号以后呢 我就跟那个销售总监打电话 我说能不能让我进去看一眼呢 因为我只有看到现场 我才能知道想选哪个 因为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整个这个园区开盘 最小面积是220 然后最大的就600多 我呢当时手头的钱 就只够买一个220的 245的都买不了 我呢就是面临着 就是要选一个 既位置又好 然后价格又要低 因为其实这个开发商选房 其实它每一套房价格都不一样 可是真正在订这个价格的时候 它工作做不了那么细 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些 性价比比较高的房源的 是需要你精挑细选的 可是那个 就是未来这个现场抢房 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嘛 所以我就很希望能提前看到 这个楼盘到底 我有一个意向在哪里 可是就没有办法 就是销售总监说绝对不可以 任何人包括就他们内部的关系的 留的这个号也都不可以提前看 就只能到 就只能到开盘的当天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看房 然后就开始选 现场选 所以呢就很心里头 醉醉不安的 然后那一天开盘那一天 就大门一开 大家就一窝蜂子往里边跑 然后就跑到你想要买的那个楼 然后就赶紧上去看 哪个房间 我想买哪一层 因为这里边确实是有问题 我看过一个三楼 三楼呢 它前面是有一个东西遮挡 所以你看这样的问题 是要现场勘察的 然后我呢就没有选 就是因为它当时最好的 小面积的最好的 是在就是我现在这栋楼的楼下 因为景观是最好的 它其实这个楼盘的特点 灵魂其实是看雨池 所以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小户型 是应该是说 可以说是number one的 这个单元 可是我没有选 因为呢 这个单元就比较贵 这个单元我记得当时是六万八 七万多 就是楼层越高越贵嘛 然后好像到了七万都很贵了 这一栋楼是两个单元 一个是这边245 然后那边呢 就是一个220 然后我就选了那边的单元 那边单元呢 看雨池呢 不如我现在这个景色好 它是更倾斜一些 所以价格就低很多 当时呢 这个价格是四万七千多 一瓶你买的 然后这边呢 就要六万八七万多 所以你看这个差别非常大 景观的看观景的位置好和不好 或者是说稍差 它价格差得非常大 所以在我看来 那个性价比就非常高 因为景观虽然好 但是它的带来的这种 心里的这种感受啊 不足以差到这么多的价差 因为这边六万八 七万二 好像七万一 我那边是四万七啊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性价比高啊 可是当时 其实并不知道 它的这个价格是 是具体是多少 因为要到现场 我们是因为要到那个大厅啊 我们是只是在现场看房 可是我心里是一个预判 我不要不要这边二百四十五 然后我直接就看的那边单元 然后看的是七楼 从七楼往下 因为再往上就跪了 我就当时的预算就不够 所以我的预算是江打江 能买这么一套房 就是江江够 所以就楼层啊什么都 我就在这里边就选择了一个七楼 我心里想的是这个 因为除了看这个楼 你还要选就是被选的 就是这个楼如果万一 没有理想的 就是你没有来得及选 那你被用在哪 又看前边的 就其他的 就是一些不如他的 就是包括就是前边 前边呢就是挨着路嘛 就不好 我又去看那些 我想这个如果买不上 就买那个 就是结果我买 看完以后啊 就赶紧往这个 寿楼那个中心跑啊 那个寿楼中心 那个大厅啊 因为就非常大嘛 就是那里边就是满园了 就是我一进去就懵了 就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 我们要姚浩的那个 要选房的那个现场 因为那个时候马上 因为他只有一个小时看房 好像都不到一个小时 然后马上就要开始 现场就要选房了 然后你错过了 你就选不了了 当时就有点懵啊 因为那个就是人挤人生 下饺子一样 就是找不到那个地方 就赶紧的啊 就是找工作人员 问啊在哪儿 然后跑过去 跑过去就人家已经开始选了 然后就很快就到我了啊 到我了 然后我进去以后呢 就正好看到这个 我当时想要的这个房号 还在那儿 就赶紧就 就这么一纸 然后销售就弄了一个小红条 一贴 我这么一回头啊 就是整个那栋楼刷一下就没了 就这么神速啊 来四万七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这个价格 我觉得很划算了 就是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景观还很好 就比前边 因为毕竟我在北京 就是他们家这个楼盘 特点我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是属于目的性 目标性很强 然后一下子就选到了一个 我能承受的 然后又很好的这么一个一个房子啊 呀 这个就是我 其实这个是我抢房 就是唯一的一次 就是这样现场 这么紧张的抢房 真的是那种那种那种感受啊 就是那种紧张那种感受 然后当天啊 就火爆 就是一下子卖了40个亿 就是挺轰动的 当时这么一个销售啊 开发商这个楼盘 是他在上海的第一个楼盘 他想要一炮打响嘛 所以他还做了一个活动 前40名的是有 那个30万 就是给30万的酒店消费券 因为他这边里边有酒店嘛 然后我呢买了房 我记得那套房 当时的是998万 然后 送了一个30万的消费 卡 然后这个卡呢 就让我就是足足消费了三年啊 过来吃饭啊 住宿啊 就特别爽 而且当时这个卡还可以打折 我记得当时因为酒店刚营业嘛 所有的连餐饮在住宿都可以打折 好像是打七折八折 我忘了 就是赠送的卡还能享受打折 一直到第三年啊 其实也没有用完 最后又拿回去很多十几条烟 我记得好像啊 所以就非常漂亮的这么一次买房的一个经历啊 非常好 其实我还有一个好处 就关于贷款 因为我买这套房 开始才是第一次贷款 我过去从来不敢没有贷过款 那个时候也不懂房产投资啊 也不知道杠杆的作用 所以也没有去贷款 当时我记得啊 就是银行的人跟我说啊 他说你应该是这个 是这个全部客人当中 唯一的一个没有贷款记录的人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不懂嘛 之前不懂的房产投资 也不懂的是利用这个杠杆 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要贷款 因为我已经知道投资一定要贷款 所以就是那一次啊 就那一次买房 我开始贷款的 然后这一次贷款买房的这么一个举动啊 让我的就是整个家庭的这个财富 其实就有了一个一个飞跃啊 其实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今天就不聊了 我会单独聊一聊 就是我怎么样转变的这个过程 思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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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念这个思维的转变 然后当时我的做法怎么操盘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 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浓重的一笔 我会呢就是跟大家单独来分享这个话题啊 然后就今天就不讲这一部分了 今天就只讲一讲 就是当时买房的现场的那种紧张刺激啊 然后那种满足啊 就感觉非常的 怎么说呢 就当时买成功了以后 就觉得理想到了不能再理想 就非常好 因为我这个房子其实是当时是 手头没有钱 我当时是把那个上海绿城 离这不远哈 我当时有一趟上海绿城的房子 我把那套房子卖了 卖了大概三百多万 卖了三百多万以后 那个房子我就没有贷款嘛 我把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来作为首付 来那个买这套房子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拜拜 拜拜